这几天上海出了一个大新闻 大家都在讨论交流这个事情 这什么事呢 是有一只鳄鱼闯入了黄浦江 这个鳄鱼进入黄浦江 其实不是一件特别紧张的事情 但是因为之前好多地方都报道 把一个湖抽干来抓鳄鱼 那我们这个地方要抓一条鳄鱼 不能把黄浦江给抽干了 所以这个有关方面想了很多办法 对付这条小鳄鱼 想了很多招 但是这招不宁 那招也不宁 动用了水山公安什么龙尾 好多部门百民的警力呢 动静非常的大 就为了抓一条小鳄鱼不足一米 这个小鳄鱼呢 最终是被网子给网住了 所以呢他这一次难逃法网 逃不掉了 但是抓上来以后啊 这个引起很大的围观 他鳄鱼也很无辜啊 我惹谁了 我也没咬谁 也没动谁是吧 好在这个给他送到一个浦东的这个救助站 他可以在那边正常生活 反正这边也没人要去吃这个宣罗鳄 但是在某些地方呢 还是有这个菜单上赫然印着这个 可以吃鳄鱼掌 可以吃鳄鱼什么什么部位 这个确实在上海闹了这么大动静的 这条鳄鱼 这时候要是知道啊 是会不会吓得发抖呢 我这样子那边呢 不应该是个体励 还是有的 你不尽不之又不得啊